對 因為這東西就是我們 都是第一次當爸爸 第一次當媽媽 都在學習 他也是第一次當小孩 我們為什麼要去計較這東西 所以之後我們就在廚房就是 就是和解 怎麼樣和解 讓他破皮 讓他破皮 哇塞 他講的啊 他講的啊 他才破皮 他講的啊 這樣OK嗎 破冰啦 還是破皮 破冰 破冰啦 破冰啦 我們在廚房大概 不好意思 我們在廚房聊了很久 就是他哭 我也哭 然後我們就抱在一起 就是我們一起 為夫妻這個東西努力這樣 到了第二胎之後 如果小孩還是這麼黏你 老婆會很開心 對 到第二胎 都給你 對 第二胎 找你爸去找他 開始跟朋友出去玩 心境也會轉換 都給你告… 因為其實父母本來像那種新手爸媽 連他小孩子是第一聲 是叫爸爸還是叫媽媽都會計較 就叫到阿嬤 像爸爸 像媽媽 哪裡像爸爸 哪裡像爸爸 如果來生第二胎也就隨便 隨便 第一次男朋友 如果像隔壁老王怎麼可以 對啊 長越像越不像是自己造成 那叫洗禍靈兒 對 洗禍隔壁的叫 洗禍靈兒 洗過 這樣不行… 不過我覺得這個講出來好 這個觀眾朋友聽到以後 就新婚的 夫妻就可以有所準備 就會知道什麼樣的狀況 應該是有什麼樣的心情 彼此之間也可以多溝通 對不對 真的造成大吵架的 皓如 妳跟Michael哥 男生這個婚前婚後 也會計較差滿多的 結婚後也是很愛跟老婆 算這個算那個的 我記得結婚前 我老公那時候跟我講 那邊講得很大氣 他說你知道嗎 一個女人保養得青春美麗 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 這就代表是他老公的 男生的面子 這是一個男人的驕傲 但是我真的結婚之後 開始出去坐臉 坐指甲 車下舞台 坐胎 坐胎 什麼東西啊 坐胎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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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姐妹打打麻將的時候 他就會問說 妳最近很閒 妳好像過得很爽 然後我就說怎麼了嗎 女人打扮得漂亮 不就是妳的驕傲嗎 我說妳自己講的 她就說 還有這種的 現在這樣後悔 她直接反悔了 感覺好像是後悔娶了妳 還是怎樣 怎麼會這樣子 對啊 男生就是會這樣子變 我就一氣之下 然後妳就生氣了 她是說她後悔娶了妳 不是 她是說看我過得太爽 她不高興 為什麼都是她一個人 為什麼 一開始她會說 妳的錢就是妳的錢 妳就是零用錢拿自己喜歡 買的東西 就久了之後她就會說 為什麼妳的錢妳就可以 買包包 買衣服 做指甲這樣子用 為什麼我的錢就是要給家用 為什麼我就不能留在我自己身上 我也想要投資 我也想要跟兄弟吃飯 我也想要幹嘛 為什麼妳的錢才能用妳自己的 我都不能 對 還有 這好像52塊什麼時候還我 他後面補回這句整個炸掉 而且男生更會計較 妳跟我結婚之前 妳的身材是這樣 為什麼結婚之後是這樣 變了這樣 男生真的有顧好嗎 對啊 他說妳以前超瘦的 他說妳現在怎麼回事 只是她沒咬一顆鳳梨或橘子 怎麼會這樣子 好壞喔 這種話不可以這樣跟女生講 但男生都會 對 看老婆也會很不爽 不知道為什麼 小楊哥差不多要睡著了 趕快睡著 小楊哥妳要睡著了是不是 沒有 說真的妹妳有一陣子真的 怎麼樣 妳說… 妳說出來 沒關係 小楊哥 勇敢的說出來 妳講得很難一點 妳是不是男人啊 妳都幾歲 妳還不敢講 有一陣子真的特別可愛 浩子姐有說到 他說女生過得漂亮亮是男生的驕傲 但是你知道這個驕傲 是用男生多少努力換來的 我以前 我之前有開一間燒烤店 那時候我真的是全心全意 在經營這間燒烤店 而且其實收入也算不錯 一個月至少有十幾萬以上 所以就是我錢進來 完全都是交到老婆的手上 那你也知道餐飲業 其實好不容易才會有一個假期的事 那我就精心的安排一個假期 然後帶老婆跟小孩 一起去花蓮三天兩夜的時間 但是這個當中其實你知道 開餐一夜 其實我們用監視器在看員工 所以我就是用監視器 我到那邊的時候我開到現場 花蓮的時候我就一直在看 因為已經剛好示範時間了 我就會用手機開始去遙控說 那個員工 店長 你應該要叫員工 怎麼樣處理去這些事情 或是他們會一直打來說 如果現場碰到了什麼狀況 那我要趕快即時要去交代 要怎麼處理 那我老婆呢 我這時候的臉色就開始臭了 對 他就覺得 我好不容易 你可以好好放假嗎 對 你可以好好放假嗎 但是我也跟他說 他因為這件事情跟我大吵 而且當下我們才剛到飯店而已 他跟我說來 我們不用玩了 我們全部直接回台北 然後他就到了 還沒檢視 他就說我們房間退掉 直接回到台北 完全就給我鬧脾氣 對 他這麼不開心 我就說我這些東西 我也是在為了賺錢 我也是為了讓家庭和解 讓家庭更快樂 對 我也是賺錢讓家庭過得更好 但是你因為這樣子跟我計較 那後來怎麼辦 後來呢 後來就真的回台北 真的啊 他就是跟我鬧脾氣 你也回台北了 你沒有暗暗一下嗎 我暗暗不住沒用啊 他就堅持要回台北 他說他直接跟我回台北 他就說那你就直接回去店裡 然後你就不用再安排行程了 你以後就是忙你的店裡就好了 天啊 然後有一陣子 他就自己真的買機票 帶小孩出國 他就沒有找我 所以那陣子我們真的是鬧脾氣 鬧滿兇的 看不出來 後來鏡香私底下是這樣 因為看卡通他都滿溫柔軟的 是因為他嫁給了季安吧 他真的要洗澡 我們洗澡 結果道遠有一天 只好回到他店裡面就說 好吧 那我讓你倒吧 結束生意 後來結束生意就比較好了 對 我剛好在疫情前賣掉 所以我覺得也因為賣掉 我們的夫妻的感情 跟小孩的感情就好很多 對 不過這個真的 這個要怎麼好像很難 這真的很難 當下你想要回去嗎 對 當下 當下你自己是想的 可能想要回去 他只是想 他覺得怎麼跟你會這樣 他很猶豫了 他猶豫了 沒有 你也想回去對不對 我是事業心滿重 就是因為有時候人手不夠 我老闆真的會想要自己 對 妳看 妳看被大家問出來了 他老公其實是 妳的心就是在店裡 妳就別跟我去掛臉 因為我不是看一下子而已 我是 你老婆的名譽差一點被你毀了 妳看被大家問出來了 他老婆其實是 妳的心就是在店裡 妳就別跟我去掛臉 因為我不是看一下子而已 我是 每隔10分鐘我就會拿出來看一下 每隔10分鐘我會拿出來看一下 妳老婆的 對啊 對啊 妳老婆的名譽差一點被妳毀了 對啊 原來是妳的問題 真的 她一定那個態度就是 我都來了 妳要怎麼樣 我都已經來了 不然要怎麼樣 對啊 就想說我陪妳了 妳要怎麼樣 糟糕 所以太太也沒有辦法玩了對不對 對啊 對 而且要陪小孩 然後結果我爸爸一直在處理工作 對啊 那也不如真的不要去 那還不生氣 對 好啦 各退一步 大家都調整一下 這樣比較好是不是 對不對 這個基於婚姻 現在是17年是最長的對不對 在我們現場 17年的來講一下 這17年來 你一定有一個結論 你覺得說婚姻要長久 你自己這邊男生做了什麼 哪一些妥協是一定要 我做了滿多妥協的 每一次都在妥協 每個階段 學生時期就是一個妥協 我就妥協自己 就是我們一起上同一所大學 然後他先上台北 我當完兵我就跟著上來台北工作 到最後就是其實互相 因為到最後變成是他在妥協他的生活 因為我入行之後 我工作非常不穩定 他也放下他的身段 就是我覺得都是互相妥協 兩個人就各退一步 然後我們就可以 賣相下一個17年 對 哇 好甜蜜喔 超帥 突然讓我做結語 好可怕 彼此妥協 為了愛而妥協 大家希望都可以白妥協了 好嗎 路就越來越寬了 是的 謝謝大家今天的分享 感謝 謝謝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重要的理由 NCC關中天 沒收新聞自由 媒體寒蟬效應很嚴重 但是中天堅守第四權 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多一份力量 對 感謝 會 爹 謝謝 謝謝 跟